这是雍正在九子夺狄中的正式黑话转变 因为他陷害亲生兄弟在前 欲杀相伴多年的小厮在后 心魔反省 于是他来到百灵寺末岛 要知道雍正是非常信佛 但皇子修佛却没有足够的时间修佛 于是他找来一个对佛法有造诣的和尚代为修行 四爷找的便是这位文爵大师 这位文爵还有另外一个身份 那便是四爷身边的高级谋士 既然是谋士那出的主意 便不能慈悲为还 四爷说的大山大河自然指的是江山设计 真山假山是因为他隐约觉得自己是继承江山之人 可又似物理看花 而文爵让他奉下念珠并温道 王爷这还是念珠吗 不是了 为何不是了 既然不念 自然不是念珠 倘若心中没有江山 纵有千座大山 万条江河 那都是虚幻 倘若心中有了江山 一地尘埃便是真山 一地水珠便成江河 文爵这番论点虽然模龙两可 但还是指明了江山是不是你的关键在于你怎么去做 四爷是乎有所感悟 在他口中的尘埃便是指高福 而水珠则是指乌司岛 现在他还有最后一个心结没有打开 那为何每当我眼前处理起万座大山 蹚过大河之后 心中便顿生无穷烦恼 不尽忧愁的 有江山便不该有我 有国便不能有家 禅教中有一种说法 叫看山还是山 看水还是水 其本意就是要抛弃那些自己放不下的东西 站住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情 文爵大师的话让四爷明白 如果要登上九五至尊的宝座 那些人性里的柔软和仁慈都不能再有了 于是高福死定了 而另外老十四这边 他在八爷的威慑下 还是把太子的小报告打给了康熙 但作为皇位的强有力竞争者 他也有自己心机 他没有上折子给康熙 而是直接将太子的姓呈上给康熙 表明了自己打小报告 是不得已而为之 看起来硬提也学会用心思了 康熙对他的这番心思深感欣慰 其实康熙早已料定 太子会做出道行逆施的事来 所以他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脸上没有任何的失望 反而问起张庭语 如果朕再次废了太子 那么千秋万代之后 史书会怎么听说 只有明正严顺地废除太子 千秋万代以后的史书才不会玷污他的圣明 于是他决定把这封信在原封不动寄黄给太子 皇上 您看这样一来 岂不是要逼太子 这是朕给他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如果他天良没有丧尽 就应该放弃一切妄念 自行请罪 如果他仍要一意孤行 再干出什么天力不容的事 那么列祖列宗在前 千秋事策在后 就都怨不得朕 帝王心术岂是常人所能揣托 张庭语绕使常态地策 也被康熙逼反的谋断所震惊 康熙最后下达两道秘制 一是让四爷会同龙可多解除太子党与在京城的兵权 一旦太子党有图谋不轨的迹象立即击拿 二是更老实自以兵部的名义 布置京郊的两支大军 密切监视太子能动用的两支部队的行踪 一旦擅自行动 就立刻废除太子党领土和耿索图的兵权 同时颁发一道明旨昭告天下 自己回京日齐和地点 康熙以自身为诱饵 为太子布置了一张天罗帝王 太子收到信后果然上当 他召集手下党与商议如何应对 这群利益熏心的狗头军师窜落太子 说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铤而走险效仿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 挟持康熙提前登基皇位 那就 看吧 这场皇家政治上的博弈就算成形 里面充斥着各位皇子甚至康熙帝的影子 而中间的枢纽则是一个不起眼的人物高福 姿势体大 高福必须死 乌司道似乎有所预感 深夜寻到高福房间 可惜还是来迟一步 狡兔死走狗风 这也为乌司道后来辅助四爷登基皇位后 急流勇退 拦下了伏笔 而四爷带着康熙秘旨去了太子御亲宫 记得最后一次是我们还在南书房念书的时候 二哥带着我还有几个弟弟一起在御花园赏月 那个晚上的月亮真好 那个时候 父慈自孝 胸有弟公 一家人谁也没有想到会能成今天这种局面 二哥 亡羊不劳 优位未完 你赶紧回头吧 四弟 咱们满人射出去的剑 能回头吗 我斗不过黄岸了 可是狗被逼急了也会咬人 甚至会咬他的主人 四弟 到了明天就是我的末日 你我再想说一句话 恐怕也不能 二哥 最后跟你说几头新墨子的吧 不要争这个太子 这个位子 能把好人 给逼疯了 太子手下的军队在十四爷的大军包围下 退步成军 太子党党羽被一网打尽 康熙在十四爷的护卫下安全回到紫禁城 就这样 二皇子依然因图谋策反 再次被废除太子名为 大为数人永远圈禁 出人意料的是 十三爷印象 亦因安杀郑春华 急善自太平剿灭江夏镇的罪名 被押解宗人府圈禁 十三爷在天下人眼中 是太子私党 他做的两件事情 不论有何内行 都是因太子而行 圈禁他是给朝野一个交代 而康熙这样做 还有一层深意 在康熙驾崩前才河盘拖出 而这次与上次废太子不同的是 康熙宣布不再策利太子 电视剧更多的是 美化康熙和雍正两位皇帝 所以在刻画太子印仁时 不免有抹黑嫌疑 在真正的历史上 太子印仁文韬武略 具有不俗的治国才能 太子在位期间 按照办事均无差错 以性人弱 故为政务宽大 可在漫长的四十多年的储君岁月中 他的一言一行 都会被窥探皇位的人攻击 他的特性身份 会被有野心的权臣利用 以他为傀儡 以成拥立之功 康熙对印仁不分轻重的交纵 和溺爱也是极大原因 一是默许太子锁定规格 几乎与皇帝等同 二是纵容太子命令 当地官员搜刮明之明膏 以致太子挥霍浪费 他东宫内花小 亦高于康熙 三是太子脾气暴躁 任意鞭挞诸王重臣 康熙却以身作则 处置忤逆太子的人 似是默认私生活不检的太子 放肆的广罗美女豢养面上 总之 皇太子印仁的一切过错 在康熙处 均能得到暴毙 康熙不厌其烦地 选彻太子的侍从 因为他坚信自己的儿子 无甚过错 唯有儿子身边的小人 教唆坏了太子 长辞以往 使得高高在上的印仁 养成了不可一世 蛮横无礼的性格 之前的君子气度 已荡然无存 变得乖利暴躁 四周早已树敌无数 后来康熙帝更是训斥他 不法组的 不尊赈训 长期的养尊处优 极错宗复杂的政治斗争 最终使其人格分裂 第一次废太子的起因 是康熙帝寻姓途中 刚满七岁的皇十八子 化了急性病 康熙帝十分焦虑 而太子却无动于衷 康熙一方面 疼爱年幼的老来子 一方面又回想起 十多年来 一直耿耿于怀的一件事 在康熙二十九年 康熙初赛途中生病 太子殷仍看到父皇病容 丝毫没有忧愁的样子 康熙认为 这个儿子绝无钟爱君府之念 二十大阿哥应知等皇子 向康熙帝 报告了太子的许多不良表现 康熙不满太子的阅位处事 三是康熙反惊途中 发现太子夜晚靠近他的帐篷 从缝隙向里面窥视 便立即怀疑太子可能要适逆 这件事也刺激他下决心 立即废掉皇太子 但选举新太子时 八爷党党羽 暗中与朱大臣 暗通消息推举八爷尚尉太子 康熙帝诸子矛盾激化 为了缓和局势 康熙帝决定 再立应人为太子 这康熙四十九年 太子策划 比康熙尽早让尾 康熙怒不可遏 皇帝与储君之间的矛盾 终于又发展到 不可调和的地步 康熙决定再废太子 好了拒绝白嫖从你我做起 预知后事 请看下回